哈喽啊 今天咱们来看一张华硕的ROG显卡 按开关之后可以上电啊 看眼睛都转了起来 看代码呢 应该已经亮机了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那么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也不花屏 驱动都正常 来跑个分看看 先跑一个鲁大师检测 这个跑分比较简单 可以看到它跑分的帧率很低啊 才11左右 这也太低了吧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一个败家之眼啊 最后的跑分居然才5万多分 这好吗 这不好 那么这也就是它的问题了 性能很低啊 再来看一下GPUG里面的信息 是一张2070S 跑甜点圈呢 同样这个性能不太正常 先看一下GPUG怎么说 频率似乎也都正常 都跑起来了 但是功率很低 才50瓦 看下面的功耗检测呢 发现了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电压检测不正常 像我们的显卡呢 都是Soft标准供电啊 但是这边检测出来才23V 这就不对劲了 初步判断 它这个性能低的原因 应该就是功耗检测不正常 这个电压检测偏低了 但是它的功率检测 又是有的 没有偏大 先它关机 打开来看看吧 这个卡的程式非常的哇塞啊 没有拆过的 原厂的标签还在 ROG的败家之眼系列 这款设计也是非常的颜值很高 黑色的PCB网 拆开之后 咱们先检查一下外观哈 看一下有没有进水或者腐蚀之类的 功耗检测呢 就是这两个芯片了 大致看了一下 板子正反面都很干净 乍一看呢 也没看出来什么问题 给它通电来测一下吧 围绕着它的功耗检测芯片进行测量 看一下12伏 12伏近来是有的 功耗检测芯片这边是有收到12伏的 还有它们的分压也很重要 0.16伏 它一个芯片是管四组检测 那么就有四个分压 0.16伏也都正常 那就奇怪了 12伏的输入也有 分压也没问题 先换个芯片试一下吧 先把这两个功耗检测芯片换掉 刚好这边我找了个2080TID料板 这个芯片在20系列的显卡板子上面很常见 20系列的卡基本上全部都是用这个型号的芯片的 刚好有两个直接给它帮过来吧 换这个芯片很简单 直接拿风枪堆着吹 手起倒落 一下就换好了 它可能两个里面只坏了一个 它们两个是并脸的关系 一个检测不准的话也会影响到另外一个 换完之后给主板降降温 测一下电路没问题 咱们就给它装起来看看 OK可以成功点亮 这个毫无悬念 先系统来看看性能与功耗检测OK不 还是一样GPU这里面看 咦 12伏正常了 有没有 但是这个功耗检测怎么突然霸了这么多 在待机状态下居然有300多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现在我跑力圈鲁大师性能还是很低 依旧只有10多帧 你呀总能给我玩点心花一样 跑分还是五万多分啊 没啥进展 那这两个芯片应该是误杀了 那为什么12伏检测又正常了呢 换芯片之前测功耗的话也没有那么大呀 那会儿的功耗检测是正常的 只是电压偏低 我拆开又看了一下我以为我芯片没焊好 但是我仔细检查一下 引脚都非常的完美 哎 还是来查查电路吧 之前说了它每一个芯片有四组功耗检测 测一下这两个检测角之间的组值 正常呢 它们都是89 这边测了一圈都是89 两个芯片就总共有八组检测 这边一路测过来 在这个位置有一组检测它们之间的组值很大 疑似内部断线 这个组值是明显不正常的 因为它中间有两个电阻 这两个电阻的组值呢又是一样的 那说明这个断线应该是出在了电阻的另外一面 也就是减流电阻到芯片的这一端线路 疑似是中间有断线啊 那咱们得找找线路了 一般像这种断线有可能是表面积灰腐蚀导致的 我找了一下这些减流电阻啊 我又怕是这些减流电阻会不会坏了一个 但是我一路测过来都是通的 也没有无穷大 它这个走线都是往内部走的 我估计这个要飞一根长线了 首先把这两个检测信号的过空点找到 在这个位置我已经给它刮出来了 翻过面来的话就在这边 刚刚咱们在系统里面看到它是PCIE的检测变大了 PCIE的减流电阻就是这一颗了 经收纸的烧浮经过这个电阻之后 然后再给到供电 这个电阻肯定没问题 这个电阻如果烧了的话直接就不通电了 应该是中间的线路断线了 看吧 在检测信号这边是不同的 应该是有一根线断了 两根都通啊 那断线应该断在了这个减流电阻附近 可能是在底下 那还好不需要飞那么长的线了 减流电阻边上这两个过空点 它之间就没有阻值 我怀疑就是这一端好像也不是断线 我现在怀疑可能是这个减流电阻的检测信号虚焊了 看我测量 在这个电阻上面是通的 是导电的 但在焊盘上面这两端就分开了 说明是这个电阻这边有一个角没搭上焊盘 所以导致它后面的检测信号给不到那个功耗管理芯片 那人家可不就管不到了吗 就这个角哈 刚刚测的时候这个角没有搭上焊盘 这个故障原因应该是工厂生产的时候这个位置稀高刮少了 或者是这个电阻氧化了没有焊盘 说来也怪 用了几年才出问题 我给它两端打点这个吸浆 然后直接拿烙铁给它加焊一下 让它两端的锡锋满一点 好那咱们回过头来再来测量一下芯片这头啊 OK 这一组之前测不到的组织已经有了 现在和那个减流电阻之间就算是勾搭上了 往星期间我把它剩下的这些减流电阻 两端全部打上吸浆 全部给加焊一下 全部拿烙铁点一下 因为有吸浆的关系烙铁一上去一加热 吸就爬上来了 OK 忙完之后咱们再给它装起来试试 依旧还是GPU-Z啊 12V有了 功率也不飘了 正常的待机功率 OK 再来一个鲁大师 P222 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性能了 咱就是说这个2070就应该跑这么些分 看一下最后的跑分 OK 有40多万 性能暴涨8倍 你看 说来也怪啊 同样的故障原因 在同样型号的芯片上面 却有着不同的故障表现 它如果一开始就显示功率偏大的话 那就不需要换芯片了 那就直接查它的功率检测电路 可惜它最开始是检测电压偏低 现在这个性能总算是正常了 拜拜